你有失眠困扰吗 你知道台湾真的是失眠之岛 失眠问题有多严重 根据去年的统计 一年就吃掉11亿颗的安眠药 这安眠药拍起来 你知道可以绕台湾14圈左右 将近这用药人数高达400万人 而且平均是每5个人就有1个人 他是正在使用安眠药的 堪称是亚洲第一失眠王国 但是我其实真的很好奇 其实我觉得亚洲知冠这个数字 还有点谦虚 听说我们现在使用安眠药的数字 已经是全世界之冠是不是 对根据台大医学院 跟国卫院的一个统计数字 从2011年到19年 台湾这个安眠药开出来的这个数量 全球排名第6到第10名之间震荡 已经连续10年以上了 连续10年 没有台湾人这么少 已经可以跟那些欧美国家来竞争 到前10名了 那就医师您自己观察 到底为什么台湾人普遍睡不好呢 其实就我们过去这20年来的观察 大概有两个比较主要的因素 一个就是文化 因为台湾人或是所谓华人 可能比较喜欢用这些食补 或是药补的方式来改善一些睡眠状况 另外一个就是健保 其实开药是几乎自己都不痛不痒的 也就是说我只要到诊所或是到医院开药 我根本不用花钱 最多就是超过那个额度 我再多花20块钱的部分负担 但20块钱其实不痛不痒 像中国大陆他们开一颗10块钱的药 病患他自己花5块钱 所以很多病患就是说 医生医生你不要开药给我 因为他花钱他会痛 对花一半的钱 那台湾是大概一成都不到的钱 对这个就是一个制度的造成的一个现象 其实就是我们真的健保 真的造福我们 让我们拿药太方便 OK 我跟你讲 有些人的药还不是自己吃 有时候还会分享你知道吗 这样说你睡不好 我这边有药这样子 所以其实我觉得这是一个真的是一个乱象 那就医生您自己的观察来说 我们吃安眠药是真的是最后一招吗 真的是下下策吗 还是我们应该做什么样子的医疗建议 其实有一句古话 叫做对症下药这件事 也就是说对症下药其实 它也不是最好的方式 但是至少它是已经及格的方式 那现在台湾开立安眠药的状况 事实上是根本不对症 因为医生根本不知道这个病患 到底是83种 睡眠障碍其中哪一种或哪两种 最常见就是失眠 失眠就是睡不着 那另外还有蛮多的是生理时钟失调 那生理时钟失调 比较常见就是做轮班工作的人 譬如说像足科的工程师 就有三万多人是在做轮班工作 那像我们在医院里面的医护人员 基本上都要轮大业班 对那很多跑新闻的同仁 或者说在便利商店的这些同仁 其实都要轮大业班 所以其实在台湾有四分之一的劳动人口 是在做轮班工作的 对那这个族群其实是非常庞大 好那如果说就是说如果没有真正帮他找到这个 身体时钟失调是因为轮班工作导致 然后从这边来做后续的改善 那事实上这个要继续吃也是不会好的 医师像您自己岳父是不是也是跟睡眠障碍有一些相关 对的确因为岳父在我刚考上台大临床医学研究所的那一个同时呢 他第一次的中风 那当然大家都认为说因为他是高血压 好像没有控制得很好 那但是后来中风之后慢慢的复健 事实上他可以自己吃饭 然后可以自己拿着拐杖可以走路 所以算是复健蛮好的 对复健蛮好的 但是后来我们到美国之后中风第二次 那当时我就想到说 哇美国史特弗尔老师有讲到说 事实上有七成以上的中风是因为睡着之后长期缺氧 然后导致脑血管会变脆弱 那而且有很多的证据显示 如果说是重度的睡眠呼吸中止 发生这个中风致死的机会会高三到四倍 那这件事情让我惊醒说 哇岳父第二次中风 是不是因为他之前就有呼吸中止 其实很少 我觉得现在我们也很少这个观念说 原来呼吸中止症会跟你中风这件事有关系 对对 后来就是说在美国的时候 我们就赶快联络台湾的同学 赶快帮岳父做睡眠检测 后来发现基本上是非常重度的呼吸中止 已经可以拿到残障手册的等级 真的喔 他的严重是多严重 一个小时呼吸暂停48次 对 一个小时才60分钟 对才60分钟 暂停48次 而且一次最长阻塞还会到70几秒 对所以这个其实就非常严重的状况 是起码是一个潜水员的基本的一个标准 对对 但是他是睡着之后发生 而且每天都是这样的状况 那变成说第二次中风之后 就基本上就没有办法走路了 然后到第三 第三 因为后来就赶快治疗嘛 但是治疗因为中风的病人 比较难戴正阳呼吸器 所以他就没有办法每天戴 那后来很不幸发生第三次中风 是 但是如果说这些事情 我们真的有这个观念 真的是我们睡眠影响到我们身体的状况 及早发现 其实我们都可以做一个更好的预防跟治疗 那当然现在台湾人吃安眠药的比例真的非常非常高 那是不是在安眠药我们使用过度 它其实也会造成我们一些疾病 的确的 那目前比较常用的这一类安眠药 它是一大类的叫BZD 它是一个化学士 基本化学士的一个学名 在更早之前叫那个Fentoparbital 那Fentoparbital那个是吃过量会致死的 那另外安眠药有一个很大的问题 而且是大部分台湾的医师都不太去在意的 甚至不知道的 就是这些BZD的药物 如果连续使用超过六个月以上 六个月以上 对会产生恶性肿瘤的风险会大幅提高 那台湾的健保资料库 事实上有两个医学院有做整理 而且也发表在国系的学术期刊 一个就是磁器医学大学 一个是台北医学大学 那在我们台湾健保资料库里面整理的资料 如果使用BZD超过六个月以上 产生脑癌的风险会增加98% 这个其实已经 对因为它这些药物就是一直作用在脑部 那另外就是持道癌的风险会增加59% 那另外还有胰脏癌 大家都对胰脏癌最害怕的 Steve Jobs 就是胰脏癌过世的 对因为它很难发现 那一发现大概都来不及了 那这个BZD 它如果超过六个月以上 那个胰脏癌的风险会高41% 那如果像是它会增加脑癌风险 是不是相对 如果长期做吃这些安眠药 最后到脑部 那我失智症是不是也会有相对的影响 的确是 那睡眠品质 我们在医学上的客观的一些参数 包含这个睡眠结构 就好像盖房子一个结构 是不是够完整 这些睡眠品质的指数 如果不好的话 其实也会让人的记性会变差 因为睡眠当中是 记忆形成跟故作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阶段 那如果说睡眠品质不好 那记性变差 跟失智其实是非常接近的一些状态 所以真的 如果你有一些睡眠障碍的困扰的话 真的还是要去做一下 睡眠检测应该会是比较理想的 对 没错 那像其实像我自己身边 包含我自己妈妈 其实就会有很严重的睡不好的问题 她其实长期都有在使用安眠药 但现在的困扰就是 她真的会有一个成瘾性 跟你的药物会越来越重 那这种像安眠药物一旦吃下去 我真的是一辈子都要吃吗 有没有可能说 我未来透过什么样的训练 我慢慢可以减少我的用量 OK 其实基本上是有机会 可以不会越吃越重 甚至可以慢慢减量 我们有一个比较 值得提出来的案例 就是一个72岁的一个老婆婆 然后她一开始也是 因为超烦小孩的事情 然后因为她就是在菜市场卖菜 然后就是非常辛苦 然后这个家庭的关系也不是非常好 所以她一开始就在四十几岁的时候 她说她自己说是停经前后就已经开始睡不好 很多人跟年纪就开始睡不好 对 那这些其实都是某一些因素 然后慢慢累加起来 最后会产生一些比较严重的问题 所以她当时就去就医 然后医师一开始就 反正夫人青红皂白 就是说反正你睡不着我就开一颗 先让你睡的 对 先帮你敲我让你睡 但是原本的问题还是在 因为医生没有帮她做任何的检查 然后吃了半年之后 她觉得说好像越来越 越没笑了 原本是可以吃一颗就可以睡 然后她又回去那边的医师 又加了一颗 棒子再换大颗 对 再换大颗 或是敲一下不行敲两下 对 那她来到我们这边的时候 她其实是吃八颗还没要 一个一天要吃到八颗 一个晚上吃八颗 一个晚上吃到八颗 对 对 然后后来她妹妹说 你这样下去不行 你一定要看这个睡眠床可以吃 那后来妹妹就带她来 那因为她其实知识水准也不是很高 但人非常好 有些非常非常听话的 就是很遵从医嘱的 只要医师跟她讲她绝对做到 那后来我们发现 她其实她睡不少 睡不好 她其实有三个问题 一个就是身体失踪失调 一个是周期性自动症 就是睡到一半的时候 手脚肢体的支 手脚会抖动 那她病人说快要熟睡的时候 又抖动又潜睡了 自己吓到又下来了 对 然后潜睡 然后又另外第三个就是 她有呼吸中止 那病人说她睡觉 每天交感声音都很亢奋 然后亢奋到一个程度 她病人说整个精神就错乱了 这样子 对 那后来我们帮她一一的治好 她的失眠 身体失踪失调部分 透过这个光照治疗 还有身体失踪的调节 我们叫做认知行为治疗 慢慢的改善 然后后面的呼吸中止 她透过带正压呼吸器 所以叫我说 就很轻松的呼吸了 心脏负担完全没有 脚感声音就越来越稳定 她待半年之后 血液也慢慢下来了 对 那第三个就是周期性自动症 后来发现她是因为缺铁 因为她营养不良 她的好的东西都给小孩吃 她自己都吃剩菜剩饭 最后我们帮她补铁之后 她自动症也改善很多了 她一颗埃养都不用吃就好 其实很多 更年期的妇女 真的也是这样的状况 尤其是缺铁的状况 是非常严重的 所以像睡眠呼吸中止症 它其实会直接影响到 我们的血压 对不对 对 因为缺氧 然后心脏很负担 血压就会上来 然后心脏有负担 另外一件事情就是 尿量会增加 因为心脏负担之后 体内的抗逆尿激素 ADH分泌会不够 尿量就会增加 所以很多人 半夜都要起来上厕所 三四次四五次 去看面疗科 吃了药没效 我妈妈就是这样子 因为她半夜真的要起来 真的可能要四五次 她频率非常高 然后她曾经一度是觉得 我是不是膀胱无力 因为年纪大了 所以很有可能是 睡眠的一个状况来影响 尤其是心脏负担这个警讯 像我们一般人好了 我要如何觉察 我自己有这样的状况 她有没有什么征兆 好 好 征兆第一个就是白天 可能比较容易累 常常会睡不饱的感觉 而且普遍大家好像都睡不太饱 那甚至 譬如说在静静的坐着五分钟 就开始打课睡 这些都是第一个症状 就是白天过度失睡的症状 那第二个就是 睡眠当中会觉得比较浅 或者是说容易多梦 甚至容易醒来 刚刚讲的上厕所这些 这个也是第二个警讯 第三个当然就是 自己不一定知道的 就是打呼这件事情 对 但是呼吸中止的人 不见得一定会打呼 尤其是小朋友 小朋友因为呼吸力道没有那么强 所以他事实上即便是阻力提高 他打呼的声音也不会很明显 对 所以打呼跟咳嗽一样 他都是症状而已 没有办法靠有没有打呼 来判断说他有没有呼吸中止 好像江医师 你自己也有一个案例是 他治好了睡眠呼吸中止症之后 他还成功减重了 对 对这个是非常 很难想象这中间有什么关联事 对 因为他一开始就是高血压 然后他基本上是陪阿嬷来看病的 他是陪病的 对对对 然后每次陪阿嬷看病看三分钟 坐下来 阿嬷坐下来他在旁边坐 三分钟他就开始咕咕了这样 然后因为他很胖 然后咕咕的时候 坐着都还会打呼 对那我们就说 阿嬷你身体好像可能有问题 阿嬷有警觉 对对对 对那后来就阿嬷也认为说 他孙子真的是每天都觉得很累这样子 而且越来越胖 对那以前是在那个工厂里面做打扫的 对那就白天精神很不好 所以他根本没有精神做事情 那后来真的阿嬷就是强迫他来做睡眠检查之后 发现他是非常严重的呼吸中止 对那个比我刚刚讲岳父的那个指数还多两倍 对对那后来发现他鼻子过敏 然后有扁条线很大 然后他也其实他也想要减重 因为这个在这个科学园区里面工厂工作 事实上有很多高科技这种高新竹 他也想说要交个女朋友 他这么胖跟我交不到 白天这个又这么累 对他所以他其实也自己很努力减重 吃东西也都吃很节制 但是还是一直胖 后来跟我说 江医师我的喝水都会胖 还不知道怎么办 对我就说基本上你还是赶快做睡眠检查 那后来检查出来真的是 重度呼吸中止 那发现他的这个体内肥胖素跟瘦体素 非常的不平衡 肥胖素非常高瘦体素一直上不来 因为每天缺氧内分泌失调 这就是其中一个内分泌 对那像我们有没有什么方法 就是好我用比较天然的方法 能够帮助我们睡眠 像我们房间像我自己家人好了 可能真的睡不着又不想吃药 就会喝一下红酒小酌一下 这样真的是有帮助的吧 OK睡前喝酒这件事其实也是非常不建议的 在晚餐的时候喝一杯红酒是可以的 一杯的量多少 一杯就是一个高脚杯的量 250ml 左右 差不多对不要超过 不要喝一瓶 普遍来说都是喝一瓶的 一瓶可以跟家人分享 好自己就喝一杯 对但是晚餐之后到睡前离睡要上床三个小时之前 就尽量不要喝酒 对因为喝酒这件事他 虽然说有些人说觉得喝酒会比较好入睡 对啊 但是不要忘了喝酒他其实不只是会放松脑袋 他也会放松上呼吸道的肌肉 所以很多人有经验就是喝酒之后打会更大声 其实他呼吸道放松了 所以呼吸道被压破了 那这时候很有可能他的呼吸中止变严重了 或者说他没有呼吸中止就变有呼吸中止 呼吸没办法放松 那第二件事情是我们知道酒精是叫乙醇 对 那酒精代谢之后他会变乙醇 对啊 那乙醇他其实就会导致人这个喝酒之后 头晕想吐啊 脸红啊 心跳加速 但是他有另外一个影响睡眠就是 他会让熟睡期变少 浅睡期变多 所以其实喝比较多过量的酒的人 其实当天晚上一定睡不好 半夜会起来 很多说是因为喝太多水分要尿尿 其实这个是其中一个因素 但是乙醇的作用是最主要的 还是要追根究底 把真正睡不好的原因找出来 那其实我们自己 像我自己也是睡不好的人 那之前就有建议说我去运动 好像运动也是有一个正确的时间 才能帮助睡眠是不是 对 其实大部分的原则是 睡前三个小时以内不要做具体运动 就刚刚讲喝酒也是一样 因为这个睡前三小时是酝酿期 对不对 要准备要睡觉 那如果说睡前三个小时之内的运动 事实上他会让核心体温上升 核心体温上升是不利于睡眠的 因为人睡觉 他跟核心体温是密切相关 因为一般人一天当中 体温最高的时间是在傍晚四五点 那最低的时间就是在凌晨四五点 对 那如果说你的核心体温在入睡前 又让他上升了 他就以为是现在是傍晚 他自己会错乱 对 他会被你自己搞乱 自己把自己搞乱 那第二件事情是 如果说运动比较激烈的话 事实上身体的代谢会变快 那身体代谢变快 也不利于睡眠的进入跟维持 所以像我们一般 可是很多上班族 就是只有在下班之后 大概半晚那个时候 才有机会去运动 对 但是可能超过七点之后 是不是就不要再动了 对 就是一般如果说 本身没有睡眠障碍 没有睡眠困扰的人在睡前三个小时以内 以前做运动是允许 但如果他已经睡眠不好了 那我们其实会非常建议是 入夜之后就不要运动 所以比较好 比如说我白天的时候 一早起来的时候 真的去运动 做点运动才能真正的放手 是那个效果最好 好 那像我们如果想睡 就是想睡得好的话 有没有一些 可以帮助我们睡眠 一些好的天然食物呢 其实比较常看到 有一些研究报告的 就是所谓的色胺酸 富含色胺酸的食物 对 那另外还有一些是 有一些像钙啦 铁啦 等等这些所谓微量元素 那为什么会有这些食物的成分 会有帮助呢 因为这些成分 事实上他们都是在合成 促进睡眠的神经传导物质的 其中的一些步骤需要的元素 所以像譬如说 富含这些天然食物有哪些 像是牛奶吗 还有哪一些食物 一般是牛奶或是这个黄豆 或者是说这个红肉 甚至鱼肉也会 这个色胺酸的含量 也会比较高一点 对 那另外如果说有抽血 确认它的钙跟鎂 比较不足的 或者是其他的一些微量元素 事实上也可以来补充这些 那但是很多人说 将一是我已经补了好几万块了 都没有效 那事实上我常会回答说 如果我今天已经吃饱了肚子 你还要叫我继续吃 不只是没效 反而会不舒服 对 那如果说你体内 你的色胺酸 或你的这个退役激素 是没有缺乏的 那你继续补它 是没有任何帮助的 那它有没有比较合适吃的时间点呢 基本上 因为如果说就这个退役激素的合成 从色胺酸合成到退役激素 一般至少都要6到8小时 所以睡前临时抱佛脚是没有用的 哦 那再来是说 我们还有一些另外的成分 对不对 对 就包含一些 就是所谓弱蛋白等等 这些其实是有一些研究报告 对 但是目前就是说 可能大家可以透过自己 觉得比较合适的方式来补充 那所以今天真的非常荣幸邀请到 我们睡眠权威专家 江医师 他要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如何不吃药也不用开刀 不用做任何的一个外在性借力的 一个这样子的一个方式 就能达到一夜好眠的效果 我们邀请江医师来教我们 想要不吃药就能甩开 这个睡眠障碍的困扰 今天江医师就来教我们 如何运用睡前的这个呼吸放松法 来达到这个一夜好眠的效果 来邀请江医师 是 这个放松法呢 有两个重点 一个是肌肉的放松 一个是呼吸的配合 那因为呼吸事实上可以让我们的 那个自律神经可以比较缓和 那这个部分基本上两个要配合才会有效 光是做肌肉训练是效果可能只有一半 那一般来讲我们在做肌肉放松的时候 会先从额头开始 那额头的话一般就是先 这个揍额头 然后呢 从自己莫属七秒钟 然后越来越用力的揍 然后一二三四五六七 然后慢慢放松 放松的时候 这时候就要慢慢的吸气 然后再慢慢吐七十五 总共十五秒钟放松 然后一般要做四个回合到六个回合 看你的状况 那我们做完这边额头之后 接下来我们要做哪一个 接下来是往下到眉毛的部分 那眉毛的话 它要肌肉紧绷 一般就是触眉的动作 那像我们这样子 触眉 一二三四五六七 然后它其实要越来越用力 然后到七秒的时候再开始放松 那放松的时候 你的呼吸就开始要吸气 慢慢的深呼吸 吸气要很慢 然后吸到饱之后 再慢慢的吐气 那基本上也是十五秒钟放松 那一样是做四到六个回合 那下一个地方就是眼睛 我们叫眼杂伦肌 那一般我们说眼皮 眼瞼 那眼瞼的话 基本上就是用力的闭眼 用力闭眼 一二三四五六七 然后慢慢放松 慢慢放松 慢慢放松 那一样配合的深呼吸 到十五秒钟 那基本上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 自己是不会发出声音的 就是心里默念 那另外也有一些人 他可能自己录音 他自己录音去提示自己说 什么时候该吸气 什么时候该吐气 这个也是可能 这是所谓指导语的部分 也是会有帮助的 对 那那个眼睛 眼睛的眼瞼肌肉之后 开始是脸部的肌肉 那脸部的肌肉就是 会需要很用力 像这个嘴 这个嘴角这边 要非常用力的张开 好 等这样子 好像很假笑这样子 然后也是一二三四五六七 之后呢 然后慢慢放松 然后慢慢的深呼吸 吸到饱之后 再慢慢吐气 十五秒 那后面是口轮杂肌的部分 口轮杂肌就是嘟嘴 对 就是嘟嘴 跟刚刚那个脸部的刚好相反的 反向的动作 那嘟嘴一样是越来越用力 越来越嘟 好像你就是要想要去喝一个果汁 但是喝不到这样 非常用力 这样 然后慢慢的七秒钟之后 然后再慢慢吐气 其实透过这样简单运动 其实我觉得现代人真的生活压力很大 所以透过这样一个睡前训练 其实也是自己跟自己和解 对 所以才能让你会有这个一夜好眠 所以大家不妨试试看 认识中不断快转 台湾每四个人 只有一个人罹患癌症 再来 我们现在坐在这边录影的当下 每六分钟就有一个人罹患癌症 那今天前一时也带来一个很重要的资讯 来跟大家分享 你平常到底怎么吃 竟然会让你吸引到什么样子的癌症 第一个叫肝癌 肝癌的话我觉得好像我们给他取一个 叫做喜欢盲目吃的人 有些人病他肝脏不太好 肝功能异常啊 肝脏在发炎 我就问他说 你平常我们在吃什么保健食品 他说有啊 我就吃这个骨骨头的啦 吃叶黄素啦 那我说那其他的中药 草药 烫油啊 那个西药都吃 就是巴拉姆就吃 有时候问他说你为什么吃 他说不知道 就是好像狗性 跟筋骨头 保健啊 对自己身体好 所以他就吃了很多其实不太需要 造成肝脏的负担 因为我们肝脏本来就是解毒嘛 那你吃的东西很多 不拼很多 事实上增加肝脏的负担 是 当然说我们像甜食淀粉 这个也是一个要注意的问题 因为现在脂肪肝的人越来越多 很多人都是吃甜食 或吃很多的淀粉 那这样子造成我们的脂肪肝 让肝脏的发炎 第二个的话 致来物质就是像黄麒毒素 这个很重要 为什么呢 因为这是广西萱所做的研究 你有B肝西肝 但是你不要暴露在黄麒毒素之下 其实比较不容易变肝癌 但是你没有B型肝炎 没有C型肝炎 但是你长期暴露在黄麒毒素之下 事实上很容易肝癌 我们过去曾经有一个案例 他已经腎脏 就是在洗肾病人 但是他很爱夹 那个倒入倒酒 这一类烟作品 对 结果有一天肚子不舒服 就跟他排操音波 结果他肝脏 萎缩到不到一个拳头大 为什么呢 其实他腎脏已经不好 然后他其实没有B肝C肝 但是他长期吃这些腌制的 然后长霉发酵的 事实上就很容易 影响到这个肝功能 所以所有东西呢 这个米面豆骨 这些打开之后 买真空的 打开之后一定要放冰箱 因为12度C以下长霉 是不会长黄麴毒素的 但是像黄麴毒素 一般会存在哪一些的食物里面 其实所有都有可能 所有都有可能 台大工卫生研究所 曾经针对台北市 就是你放在室温下的 面粉啊 米啊 豆类啊 这些东西 这些什么 这些剩下的这些什么 五穀杂粮啊 还有这些玉米啊 花生这些去检验 就发现呢 都受到黄麴毒素的污染 所以记得 这些东西呢 就是一定要放冰箱 12度C以下 长霉也不会长黄麴毒素 黄麴毒素的解毒剂是什么 就是深绿色的蔬菜 一定要记得 吃到可能长霉的东西 你就多吃点深绿色蔬菜 所以就尽量比较盲目吃 就是这是一个重点 那第一个的话 就是我们讲的大肠癌 是 大肠癌我们讲说是全都吃 因为我们台湾大肠癌发生率很高 对 那我觉得说 其实大肠癌问起来的话 大部分我们常说的是一些 加工的肉品 还有就是烧烤的食物 因为烧烤油炸其实怎么样 就是好吃 我要补充一下这个 加工肉品跟烧烤的解毒剂 因为有时候你就非吃不可 那所谓的加工肉品 就是加亚硝酸盐 它其实是必要之二 因为它如果没有加亚硝酸盐 其实我不敢吃 因为我怕长肉不敢去 那其实农业部 帮我们做一个体外的实验 就是高维生素C的水果 可以抑制亚硝胺的形成 那我们家吃香肠 可以吃香肠 一口香肠 一口芭辣 一口香肠 为什么呢 因为它高维生素C的水果 就可以抑制亚硝胺的形成 那你不喜欢吃芭辣 你可以吃释迦 你可以吃龙眼 还有吃了烧烤之后 要吃的解毒剂是什么呢 其实是梨 为什么 这是韩国做的研究 他们吃多环方向碳氢化合物 比较高的 但是你吃了梨之后 它的有毒物质比较容易代谢掉 其实我觉得这个真的 难怪台湾人其实真的蛮容易 不过记起来要如何解毒 这件事真的很重要 维他命C的东西要多吃 再来吃太好 刚刚有提到吃太好 竟然会有胰脏癌 到底原因是什么呢 我最近认为胰脏癌 其实跟高油高甜有关 跟糖有关 跟高油饮食 那因为我们的胰脏本身的功能 就是控制我们的血糖 然后让我们的油脂能够消化吸收 因为我们糖尿病的病患 得到胰脏癌风险比别人多两倍 像我们之前我有个病患 他也是一样 他的全家都喜欢喝什么 就是他爸爸喜欢吃厚奶茶 就是特别厚的 那就是说特调 对 常常说特调的甜点 那个糖果 这个真的要很注意 为什么呢 其实不管是美国或新加坡 都做了很多这种研究 一个礼拜喝三次的含糖饮料 就会增加胰脏癌的风险八成 好那再来如果随便吃的话 刚是吃太好或是都可以 随便吃的话会得到胃癌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其实这几年胃癌已经减少了 已经不像以前这么多了 因为我们毕竟比较富裕一点 其实胃癌算是比较 就是没东西吃 吃的比较 可以说早期比较穷苦的时候 随便吃它才会容易得胃癌 主要是盐的关系 我们含钠量高 这个盐它会造成我们粘膜损伤 常常吃咸的东西 它倒不见得是酸 不倒不见得是辣 因为你吃辣吃太酸 可能会胃发炎 但是不见得会胃癌 真正胃癌是咸的东西 咸的东西不管是鱼 还是蔬菜 或者是酱菜 这个会增加我们胃癌的风险 好那如果吃太烫这件事 竟然会有食道癌的风险 这个会 因为现在已经认为 它算是太热的食物 现在饮料就是指65度C以上 对对 现在已经说65度C以上算二级致癌物 对对身体可能有害 那因为温度太高 我们的粘膜其实没办法承受 就是你吃这比较热的食物 那这个在临床上常常碰到 因为我们食道 大部分还是跟抽烟 喝酒 吃槟榔这些有关 但是跟热汤或热饮 其实还是有点加成效果 我常问人家一个问题 你觉得染头发毒 还是热汤毒 染头发 大家一定这样讲 对 但是热汤 在这个世界卫生组织 它是2A 极有可能 对人类致癌 那染头发其实第三类了 为什么呢 它对人类其实没有什么证据 是致癌的 所以其实真的不要喝这么烫 为什么我会这样讲 因为我有一个亲戚 他非常喜欢喝滚烫的汤 他的那个喝汤是怎样呢 这个锅子在这 然后就这样冒泡的时候 他就去咬那个冒泡的 直接喝进去 就后来死到癌 就开进去 整个都是 那个癌细胞就关掉了 所以也很快就走了 所以一定要记得 我们都会叫人 摊热吃 摊热吃 才不要摸摊热吃 那65度呢 你没办法带个温度计 在那边测试 其实你用你的手 如果你去摸你的碗 你的杯子 如果觉得热 不会烫你的手 大概就是65度C以下 但是你摸很烫 其实大概就是65度C以上 暂时不要喝 所以用你的手来评估 不过像谭老师 像以前啊 我们家庭主妇有听到一件事情 叫做我隔夜菜的便当会致癌 现在好像听说这件事 也被频繁了是吗 其实为什么会有隔夜菜 致癌这种说法 因为过去是以粪肥 现在是以淡肥 所以我们的红白 萝卜生 绿色蔬菜 乡村酒 橙塔 前来这些都比较高的硝酸盐 那我们其实硝酸盐 我会讲过没有可怕 但是怕被细菌分解成亚酵胺 那就是致癌物质 但是阳明交大 在去年做的研究 发现这个硝酸盐 会让你体内的 给氧化氮上升 反而降低心脏血管疾病的风险 但是大家不要听我这样讲 就立刻回家把菜炒了隔夜再吃 不是的 其实我们吃深绿色的蔬菜 我们国人有六成的硝酸盐 来自于青菜跟白米 所以吃青菜可以预防心脏血管疾病 我想这是很好的一件事 我相信很多人是自己带便当 那带便当一定要记得 煮完饭菜先装便当 不要吃剩个装便当 因为你夹我夹他夹就有细菌 还有装了便当之后 跟以前观念不一样 不要放凉 你装完便当 就是大概65度C 那你就赶快放冰箱 因为我们台湾会长菌的温度 是7到60度 其实我们全年365天 都在这个温度 所以你装完便当 马上放冰箱 妈妈会骂 妈妈会说冰箱会坏掉吗 现在不用担心 因为我请教过冰箱公司 其实现在的压缩机都非常好 大家不要再担心了 你只要不要是滚的时候冒泡的汤 那其实就安全 不过前一只要跟我们分享 现在癌症还有一些聪明吃 可以对抗的方法 好像肝癌 他到底可以喝什么 听说喝一种茶 就可以来治愈治疗 对啊 对肝癌的话 我们其实很多研究 像咖啡也有 但是有些人不喝咖啡 那我就提供的是花草茶 那这个是有在荷兰的研究 那他认为是说 吃喝花草茶 花草茶它其实有的 比较没有咖啡液 譬如说像羊柑橘 它是认为说可以减少肝脏的纤维化 然后减少肝硬化 甚至肝癌 那大概就是说 大概如果你每天喝的话 是有这个好处 那绿茶也有 绿茶也有可以减少脂肪肝 或者是说肝癌的风险 那当然就是看个人 因为有些人肠胃 看自己会不会睡不着 或肠胃是不是 会不会喝了 会不会有的人会肠胃不适 那这个可能就是自己要评估 那再来是大肠癌的话 好像吃姜黄是可以来消灭这个癌细胞 对啊 我先讲一个那个例子 因为这是我看到一个案例 他是算是一个70多岁的一个女性病患 他被诊断是大肠癌第三型 那就先去开刀 开刀后来就做化疗 那差不多做完化疗之后 初步看起来好像有控制住 可是他大概差不多一年左右的时候 再去做追踪的时候 发现说他肝脏已经有癌细胞的转移 而且很多颗四五颗的肿瘤 而且每一颗大小都三到五公分 其实已经不小了 那这时候其实就 我们应该是比较认为说是末期的大肠 来转移到肝脏 那能做的话 大概就是做一些化学治疗 打了差不多一个月到两个月左右 一个多月的时候 那个病患就受不了 他就说那这样没有明显的效果 然后他自己也没办法承受 然后他是说那有没有什么办法 那那个医师就想说 他就看了一些动物研究啦 一些文件发现说 姜黄好像有帮助 他就跟他讨论之后说 那不然我们来试试看吃姜黄 他就吃五颗 他就是五百毫克的姜黄 每天吃 那这样吃了差不多五个月左右 他就是前面化疗 再加上后面吃的那些姜黄之后 到五个月之后再做电脑断层发现 肿瘤被缩小到一公分 缩小 这个肝脏转移的肿瘤 效果其实比预期的好 但你这个医生 他也是不太能够确定 是不是姜黄的好处啦 但是感觉上前面后来就没有打化疗了嘛 那能够这样子明显的减少 那因为我们姜黄在我们很多动物研究上 的确是可以看到 那个大肠癌细胞的转移 他有这个帮助 可以帮助一些化疗的效果 一般保养的话我们要怎么样吃 有没有一个建议的一个剂量 那大部分的话 我们姜黄其实常常最常是陆菜啦 就像我们就是像印度咖喱啊 里面就很多姜黄其实就很健康啦 就是平常如果一般保养的话 你就是吃咖喱啊 或者是吃姜黄粉就可以了 然后那个剂量的话 那他有时候大概建议差不多每天 200毫克差不多 大部分的话我们从椅子中补充就可以了 可是咖喱啊这样子让姜黄可以入菜 其实是个还不错的选择 再来是胰脏癌哦 胰脏癌我们可以吃什么样子的东西 来把它尖面癌细胞呢 我们这边提供的就是说 可以多吃一些十字花科的蔬菜 那其实很简单的白菜也有啦 平常或者是萝卜叶也是嘛 而且很多高丽菜就是一样 就是我们的十字花科蔬菜 那一般如果吃生的 它的分量差不多 生菜的话效果会比较好 熟的也是会有效啦 这效果会打折一点点 因为煮熟之后 我们一些抗癌的物质会比较减少 那大概如果吃生的话 如果一个星期大概吃1.5份 大概就手抓起来这么大 就1.5份的生菜 那其实也不用不是很多 其实蛮好达成的 对生菜都分个两三天 就是平常有在吃的话 其实就会有抗癌的效果了 不许现在还有很红的鱼衣甘蓝 其实也是也算是吧 生吃效果应该是 那我就补充一下 就是说为什么吃这个 这些十字花科的蔬菜 有什么好处 主要是因为我们常常大鱼大肉之后 我们的胆汁里面的胆盐会分泌增加 那这个胆盐有时候会逆流到胰脏 造成胰脏癌 那我们常常吃这些蔬菜 就会结合这些胆酸 那减少这些胆酸对胰脏的伤害 胃癌我们该怎么办呢 平常吃什么来保养 吃什么来消灭这癌细胞 胃癌的话 我们常常说有慢性的胃发炎 慢性的萎缩性胃炎的话 通常要多补充叶酸含量高的食物 它可以帮助我们粘膜的修复 我们叶酸其实对我们的食道 其实食道也是 对我们的胃它的粘膜修复 有很大的帮助 那其实菠菜的叶酸最多 另外就是我还推荐一个是黄豆芽 或者是绿豆芽其实也可以 芽菜的话它是里面有一些天然的酵素 可以帮助我们消化一些食物 那这样子的话会减少我们胃的负担 是不是医生这边真的就有一个老先生的案例 他真的就很爱吃保健品 他就真的发现了胃癌 对啊 我像这个病患的话就是差不多60多岁 将近65岁 然后他来就医的时候是常常说 巴豆肚毒啦 他常常觉得吃完东西就觉得撑着 就觉得很脏 那帮他做了胃镜之后发现 他胃里面有很多我们所谓的叫肠化身 还有慢性的萎缩性胃炎 然后有很多肠化身 那肠化身是一种癌症前期的表现 就是有肠化身的人得到胃癌机率特别的高 那我告诉他这个消息之后 他就会非常的误准了 他就觉得说 奇怪为什么变这样 因为他觉得他说他吃的也没有乱吃 也没有什么不良习惯 特别就是他喜欢吃保健食品 我说你吃多久 他说吃了快10年 我就说哇你每天吃这样子 我是说其实你的营养 就已经很均衡就可以了 因为日常生活中就可以摄取到均衡的营养了 那你要不要先把这个停掉 就是不要再吃这样子的综合的维他命 因为我觉得太硬了 然后这么大颗 对胃来说其实整天在磨来磨去 我们就不太适合 那他就把药停掉 那我们就跟他说 你就多改吃菠菜 那或者是多吃一些 我们刚才提到的一些 芽菜类的东西 或者是像芦笋也不错啦 或者是韭菜 这些都是叶酸糕的 隔了一年之后 我们再做胃镜检查 发现一些肠化身少掉一半以上 他本来以为说没办法逆转 真的慢慢都减少了 我觉得这两者都是很重要的 所以你不要吃太多一些 增加胃负担的保健食品 那像食道癌呢 其实台湾尤其男生 真的很容易发现食道癌 我们可以吃什么呢 奉劝各位男性 其实我会推荐吃 莓果类的食物 莓果 比如说像我们的黑莓 蓝莓 或者是草莓 其实也可以 台湾像覆盆莓 这也都不错 这些莓果类 它算是比较好的抗氧化物 那它这话 可以减少那个癌细胞 对我们的食道黏膜的伤害 所以说可以吃这些蓝莓的食物 这些莓果类的食物 那接下来谭老师要教我们做一个 健康又美味的爱心便当料理哦 我们谭老师来教我们做一个 爱心健康好棒棒的便当菜哦 那老师我们要准备 什么样的食材呢 其实这是世界卫生组织 推荐的抗癌食谱 那是什么呢 毛豆加玉米 其实这个非常有学问 因为为什么豆类缺乏甲油沾盐 太水化物缺乏离胺酸 那这个两个加在一起补充的 这个营养素呢就最完整 所以吃素的人他其实是很适合的 还有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便当菜 为什么你这个怎么蒸 它其实都不会变色 然后吃起来都不会变味 所以这是以前我帮我小孩 在便当很常做的 那你就是毛豆下去 然后玉米下去 那如果说你是想要增加一点蛋白质量的 你可以先炒绞肉 或者是就是到最后的时候打个蛋 这样也可以增加蛋白质 那我们今天就是因为它的营养很充分 而且呢 坦白讲这个纤维值很高 因为玉米也是高纤 然后毛豆也是有纤维 所以它是一个非常高纤的食材 那其实它这个也不用加什么水了 你就把它炒熟就可以 是不是很简单 很简单方便 对 就是你只要会加油 然后加一点那个什么 就是把这两个东西 其实就把它炒一炒就好了 那毛豆其实买冷冻的就可以了 而且我们家里有 我们家里无时无刻有一包 在这个冷冻库里面的毛豆 跟我一样 太太也很喜欢 我们家就是随时都有一个毛豆 你今天蛋白质不够 还是纤维不够 我就把它拿来炒一炒 尤其素食 吃素的人平常没有办法吃 那种补充到蛋白质 所以毛豆真的是很营养 对 而且你光吃豆类其实它不好 就是它的蛋白质吸收不好 但是你如果加上淀粉类 两个它就是很好吸收了 对 然后这个调味 我今天用的比较特别 我用了一些孜然 一些黑胡椒等等的 但是其实你可以各种调味 你喜欢吃辣加点辣椒 你喜欢吃什么白胡椒 你就加点白胡椒 黑胡椒就加点黑胡椒 那我今天是用这个中和调味料 那你就是你怎么调味都可以 像有时候我今天炒黑胡椒 明天炒那个白胡椒的 我小孩都觉得 这两个味道都不一样 现在香味就出来了 很香 就是你可以随意的调味 没有人规定你要用什么 那有时候你就是 喜欢吃酱油的 你就加一点酱油 就这样子 然后炒一炒就可以了 我这个都想试试看 我可以试试看 可以可以 已经开始要流口水了 你要炒试试看是不是 还是要吃试试看 没有 我要炒炒试试看 我感觉在 我连我会 应该大家都会了 甜湿一定会 就是两个东西 拌在一起 对 我连水都没有加 对 你看甜湿都可以完成了 对 相当容易到菜 而且颜色很漂亮 对 在便当很合适 而且这 这道菜真的简单 营养 然后健康 重点是呢 它颜色还是很漂亮 所以真的色香味俱 大家真的可以学起来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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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